来,谁要找卡奇啊,咖啡色的,这样子比较包囤的连身裙,不要错过这个款,因为我们上上上几次我们有个款自己做货款啊,咖啡色啊,一件都不剩啊,一件都不剩,就剩下那几件被人家放飞机的蓝色和那个黑,谁要找啊,这样子的咖啡色的连身裙,比较包囤的,可以考虑, 带走这一个款,VTK89,价钱是99,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,最大是去到XXL,我身上穿的是卡奇色,OK,它下半身用了罗马面料,上半身一样跟我们刚才那个上面的面料很类似,是比较轻盈的那个Cotton面料,OK,有到XXL啊,这个款式是有到XX,很好看的,它前面的 下半身很美,我们每次订做特定款的,可是它中有这样包,对,也不会像不包,也不会像不包,还好,不用怕前面会走光之类的,我很喜欢前面这边上半身,好像穿了两件,两件式的感觉,上半身这边的面料和下半身的不一样啊,下半身裙子的面料是罗马面料,OK,然后上半身这边就是刚才我们那个上衣的面料,我怀疑它抄我, 我要看它拿款钱费,非常美啊,这一件,OK,价钱只需要99,99,这个款式呢,如果你的上衣服一样一样三个色都穿得到,它呢,就用了我们今年非常流行,它讲到铜色系的配搭,跟铜色系的配搭,就是说,呃,一样就是Decoy是吗,然后它就是说,一个是上半身可能会比较浅,下半身会比较深,呃,主播身上的也是也是,还有,呃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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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一样的, 这个啊,呃,就是跟了它的颜色搭配,它就是跟了今年非常流行的铜色系,size我一样啊,可以带走M-size就好,那么在我身上呢,上微跟要微拉伸都还有空间,所以说根据尺寸能接受贴身,腰跟下微多个2cm可以,上微不要啊,为什么呢,因为上微它前面有扭,如果你撑的话,可以倒扭不好看,再加上上微的面料是属于微弹,所以说上微不接你们超过,腰跟下微可以啊,OK,我是穿着M-size 来,给你近看啦,它前面这个面料啊,它这边的裁剪啊,穿在身上,它就是这样子,有那种dread,这样子的,它这边这样子blip,这样子的款式,overlap的款式,可是它有多一粒扭扣在那边,按压的扭扣,你不用怕会,它会爆开,是不会走光,它就是b,然后overlap这样子的款式,简单的来,很高端,很好看,很性感,你要很性感的那个颜色,你可以带走我身上这个卡骑色,像我刚才讲的,我们上上几期那个脸身裙咖啡色, 一件都没啦,一件都不剩啦,所以说,整个性感的颜色,带走卡骑色,卡骑色是,对它是卡骑啊,可能有一些镜头会带Coffee,它不是它是卡骑,OK,然后,对,金卡,可是啊,很高雅的一个颜色,哈,袖子这边又用了这样子rubber elastic的袖子,然后前面是这样子小V,它的V是刚刚好V,它把那些锁骨的遮住了,对啦,把这些锁骨遮住了,特别在它这边,就好像你穿两个上衣,再加一个 pensers跟这样子,OK,隐藏拉链是在后面,由上,往下啦,没有口袋啊,不要是搭一起的,啊,长度就是我们常用的那个长度,就是Belonnie的长度,其实我基本上选择,呃,如果你当心闲度呢,你就加个corset就好了,这个款式,当然你说显瘦,大家可以考虑拿choco gray或者是decoy blue会比较显瘦哦,有到XXL啊,这一件,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裙子很少会做到XXL,很少有XXL,我们自己自己要做的话,我们最多 是去到XXL,这一件就有到XXL,The Coins Blue,Choco Gray,加我身上的卡骑色,三个色都是不同系列的颜色,我其实觉得是卡骑色M-SOUL了,还有是Li-Chin一样啊,卡骑M-SOUL了,真的,这个卡骑色,卡骑卡色,很美,然后它前面的裁剪很好看,我没想到这个产家会做这样子的裁剪,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它做这样子的裁剪,OK,从来没有看过, 所以说这一期你要找比较包吞的款式,OK,可以尝试推荐,尝试推荐这个款式啊,跟我们以往的都不一样啊,跟我们以往我们本身,就是说,本身的那些,常常我们有做的那些包吞款式是不一样,因为它是用了我们上一期那个的,同色系的一个,对,其实是一样的面料,对,是一样的面料,就是说,上半身啊,记得你们上半身的尺寸不要超过它,因为它是太扭空,加上面料是水灰,那么, 腰跟下围多个2CM是可以啊,我是穿的FSI,腰拉伸有空间,下围拉伸一样是有空间啊,所以说,你要找包吞的,这一期这款式是必须带走,也一样不要选择带走一个色,对不对,卡其色一定要带走,灰色跟啊,跨布就选一个,当然你说想跟今年流行的颜色,我建议你带走Jaco Grey,因为这一年非常流行啊,就是Grey Color,加上它的Grey,一样是有非常鲜色的,像 可是比起黑色,它就没有这么的沉闷,然后就是带了一点点的比较高雅的感觉,比起整体的黑色,我身上这个呢,想要说比较有出彩一点,颜色比较亮的,可以考虑,然后我身上这个的Country,哈,其实它这一件链身裙啊,它上半身的裁剪做到很棒,因为我们有试过很多厂家,很多厂家他们做这样子的啊,不贴,不服贴,可是这件穿在身上啊,它是很服贴,就刚刚好,一样好像turning的感觉,对,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有试过其他厂家啊,他们穿在身上,它这边啊,一个是那个扭扣不对称,然后呢,还是它会半天不掉,可是这个真的是很服贴,这样子的,我要copy它了,哈哈哈,我要完美来行动它这个,我要,我要,我要模仿它的上衣来,做一件这样子的上衣来,应该很好看,然后可以开,可以,如果你要小心感的话,你去Dina,你这样子,哎,蛮好看的,你知道吗,你去Dina的时候啊, 你去做它上衣回来,啊,我叫它上衣回来,哈哈哈,sorry啦,sorry啦,我会做它上衣,我会模仿它上半身,为什么我讲啊,你看它穿在身上的时候,如果你把它这边扭扣开掉,你那边去Dina,你可以微微把这边扫dip,一点点啊,可是,落影落线的感觉我,可是,落影落线的感觉我,扣也不会走光啊,就像怎么讲,对,对,对,落线没有扣,啊,Jolin可能是GrayL收了,Jolin也是GrayM收了,对啊,我的copy啊,哈哈哈,好坏啊,我的copy啊,很美,很美,很美, 真的很难捉到这个这么完美的裁剪,真的,有试过厂家做这样子Drag的,就是这样子Overlap,可是很多时候,它就是前面这边做到不够服贴,穿在身上没有那个效果,完美,对啊,我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它这边上半身的那个裁剪,V刚刚好V,然后前面是有多一粒扭扣,就算你不扣那个扭扣也是OK,没有口袋啊,没有绑到也是可以,OK,你绑和不绑都没有问题,拉链是在后面, 有上碗下啦,你要显瘦,可是你不想穿黑,真的,这个ChuckleGrayM很特别,它很,它有那个很高贵的那个灰的感觉就对了,显瘦的来,还带一点点显白,OK,如果你上围96的话,你不要扣的话是穿得到啊,扣的话就会太贴了,来,如果你的上围,OK,如果你扣的话,如果你不要扣啊,OK,我帮你扣子啦,如果你说,呃,上围啦,这么来说,如果你的上围,根据尺寸, 如果你的上围多个2cm,你不扣的话,它不会累啊,扣的话可能就会没有这么的舒服,因为我的上围是7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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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样笑吗,我上围是94,96的话可能会稍微比较贴,那么for 96,OK,你不扣的话就还好,你打开了,它就会有空间,它也不会说滑下去还是太开是不会啊,所以说96的上围,你不要扣是可以啊,穿得到啊,相比黑色来讲,灰色没有这么沉重啊,没有这么沉脉啊, 然后还是一样会有那个血瘦的效果在那一边,腰为808一穿M没有问题啊,你的腰为808一M可以,没有问题啊,这样真的啊,这一件啊,很强力推荐,因为我们掉到那边看的时候是很像平平无几,可是上身的效果是很棒,真的很棒,然后加上它这边上半身的裁剪,真的,我要用perfect来形容,非常完美,我们自己本身有试过很多次要做这样子的上半身,然后因为这边这样子有折, 它就是这边这样子的小细节,可是每次做的都不服贴,就是很像会卡在那边,可是这一件真的很完美,灰色,讲了显瘦,不想带走蓝,可以考虑灰色,来,我去问问The Koi's Luminum,灰色啊,就是属于非常,啊,呃,Compade with Hay来讲,它会比较,嗯,比较会有一点点的色彩,算可以这样子讲,因为黑色整体就是说会比较有,会比较沉闷的感觉哈,那你说灰色显瘦肯定的 也是会显瘦肯定它还是属于深色系列哈,所以说8081这一件带有M size,没有问题,因为我的钥匙是78,OK,然后我们建议的尺寸是到80,所以穿到我稍微钥匙来讲,多一个4CM可以吗,没有问题,因为它的这边坦力是属于非常大坦力的,哈,这个, 来,我换了The Koi's Colour给你们看,另外一个选秀的颜色,OK,可是相比之前,如果灰跟蓝的话,蓝的话就会比较Bright,我帮三个色里面,这个蓝呢,这个彩蓝,The Koi's Blue会比较Bright一点点,OK,比起其他那两个色,应该这么说,这两个色,灰跟卡其是比较冷系列的颜色,也比较韩戏日系这样子的颜色, 这两个色是比较冷系列的,然后比较多,听多一点色彩的,哈,就有这个The Koi's Blue,可是VTK,啊,89,价钱是99,需要99啊,真的非常划算啊,没有超过三位数的这个,最小的嘛,是从S开始,最大是去到XXL,OK,这样子fitted裁剪的连身群,厂家这一次有做到XX,对啦,OK,所以之前那些plus size的买不到,可以考虑带走这一款是,对,贵色很高雅啊,贵色,真的, 因为你看很多,有的时候你看那些结婚做姐妹,她们用那种浅粉灰啊,很好看灰,很好看就对了,它是说,它显瘦成,这个companed with Hayataki,它还会带有一点点的浪漫啦,对,对,对,加上它这个灰啊,它是属于比较亮的,像它半身啦,它的面呢,它的面料是有光泽的,所以它不会太沉暗,这一个,OK,三个色,灰色, 这一个卡齐加我身上的Turkois code是DDK89,价钱是97欧,最小的码从XX,最大是去到XXL,XXL有到XXL,长度就是Beloney啦,因为长度比较不贴,然后比较有曲线的,所以说这个的长度刷起来会比较大气,不会,因为你短的话就有一种非常小气的感觉,小气啊,对啊,不好看啊,看到吗, 一定要这个长度,才会比较高端大气啊,是不同的感觉的,OK,你上班你这样子穿,你感觉到没有这么高端,所以你们不要常常叫我们这种贴身,它短来讲整体的效果就没有这么的棒啊,除非你去蹦跌不一样,蹦跌不一样,蹦跌不一样,蹦跌是要这样子越短越好,蹦跌就越好,对啊,就是要这个长度啊,对啦,上班就要短转,它就要比Loney那个MIDI LANG这样子的长度,才有那个大气啊,来,要吗,赶快啊,今天要紧过下来带走啊,今晚的紧过一个管, 一样是连身群,三个色快速的,啊,HDD51价钱是,啊,价钱是,啊,价钱是,什么呢,价钱是80,S到XL啊,三个色